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想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这部AWS750 Anycast Touchscreen的Vision Mixer 你觉得这部机器很有趣 两块镜子,好像别人的NDS 究竟它怎样用呢?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它比较好用的 就是现在,今时今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Touchscreen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部机器也挺好用的 其实它怎样呢? 你看到它旁边的镜子 其实就是你的Input Source 其实除了它有六个Input Source 包括四个Input的SDI和Composite 还有它会有两个Input的VGA或者HDMI 当然,Audio Input有四个Analog的Input 还有,其实也有外出 例如两个SDI、HDMI、AVI 它也会有,还有Aux也会有 例如现在这个版面 其实你会看到 它这个就是你选择的Input Source 除了Input Source 例如现在这两条视频之外 其实它还会有一些 可能你可以进入一些相片 例如说这些相片 或者可能有些 可能你想摆卡拉巴 或者甚至有些视频你可以摆进去 例如MP4或者MOV的File 可能先前你已经剪了一条片 可能说去片 你就可以这样去 变成所有的File 例如Editing那些Software 一边就已经摆了Source 中间这个就是你选择的Program 当然我现在是在选择Directing Mode 所以我现在可以直接去选择 选择这个Source 但另一个方法就是 例如我现在选择 例如我现在要选择这个Mode 可能我选择这个Source 之后可能我选择这个Source 去做这个Source 或者可能反过来 我现在选择这两边左右两个键 去选择这个Source 好处就是说 其实整个版面一目了然 说来说去你都是Swap 例如我想做一些其他不同的Transition 我可以怎样做 你会见到旁边就是它的Effect 例如假设例如它的Title 例如我选择这个 我现在多了Title出来之后 例如我现在选择它 例如Title to go here 可能我现在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就要删除了 例如我想选择Transition 例如我现在要选择 今次我选择Dissolve 例如我现在选择这个 我就可以将Title to dissolve 或者甚至例如我现在选择这个Source 去Dissolve 变成所有东西都很一目了然 例如我想选择第二个Effect 我立刻可以做到 其实很简单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Touch Screen版面 才可以立刻做 例如放个Logo 例如现在这样 例如你这样放 可能我想放个Logo 然后原来旁边 Live 已经Channel 750 可能好像来TVB 或ANX 可以放 例如用了之后 我现在不要了 我不要了 之后我再剪掉它 我可以剪掉它 例如你可以放Title 放Subtitle 你可以相对来说会方便一点 除了之外 其实它还有什么功能呢 除了Effect之外 你会看到下面这里会有一个版面 版面里面你会看到 其实它可以来控制到每一条的 这个Audio Channel 例如它的Master的Out 之后 例如除了Audio之外 其实它也可以来Separate 选择一个Input 有没有Audio有没有Embed 例如其他东西 而且因为它只要Touch Screen 所以其实它不仅只有这个Screen 它可以进入 例如File那里 例如你可以选Language 选Network 选Time 时间 例如Audio 你的Input Source是什么 例如Fader的Mic 1 你可以选它的名字 例如现在的名字 例如是PMW 接下来是200 因为是Ambed 之后你按了 你按OK 之后现在你出回来之后 它下面这个 它就会用PMW-200 这样跟回你的Source 所以可能你在每个不同的情况时 你就可以看回 就不是像以前那样 粘一张纸去做 你也可以叫你自己的Project出来 例如现在你这样 你现在走出去 你也可以叫例如可能那个Project出来 例如今次的Project 可能叫做Save Project 叫做Test 之后你选了之后 你选了它 可能我下一次 我已经选了 之后 例如你出来之后 可能说不行 我选了例如叫做PeterTest 之后例如是01 这样OK 之后我设定它 然后我选了 我选了之后 之后那怎样呢 可能说例如我下一次 我再用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的话 那我就可以叫做Project出来 例如可能这些这样的设定 例如PMW-200 我也是用200、300 例如一些Scenes的设定 一些Special effect 或者例如可能一些 Title 我都可以设定上去 这个比较方便 当然 例如影片里面 你也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 你的Input是什么Source 例如选择 例如选择 可能是HD、SD 或者可能刚才的 SDI亦都可以Composite 如果是SD 例如可能说你的Video format是什么 Output是什么 System是什么 还有你可选择 例如有些其他东西 例如设定 Network 你可以在里面设定 当然亦都可以选择 例如你本身 因为你可以选择一些记录 例如刚才 例如这些照片 或者可能甚至 例如这些色彩 你也可以设定 甚至可能放视频 你就可以在里面 因为它有一个USB 3.0 你可以设定下来之后 例如将一些视频记录 或者一些照片 放入 你变成像 放入其中一个Source 去做回你所需要的Tick 所以其实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 它本身会有一个录制功能 就是说 你可以 例如我现在录 现在它就会将 现在这个设计 就会把它录出来 到时你录完之后 这个最后的设计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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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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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10秒钟 你是不是要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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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你就可以用USB 3.0 将这个设计的记录 就可以放入电脑 当是一个Master 这样去做 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挺好的功能 还有最大的买点 其实亦都是Live Stream 因为本身这个除了做一个Live Edit 可能说这些内容之外 其实它都可以做Live Stream 但内海现在暂时 它都是支持到USB 3.0 很简单 其实你用USB 3.0 之后就找你开设计 开设计 之后它会给予URL和Stream Key 其实你在那里 你基本上是Export 之后就拿一张手指 放入 之后就叫这个 投入 所有东西就会在那里 之后 当然 如你Stream 即开始的话 基本上你会见到 Streaming 是Live 在录制 变成了这件事 你所有东西都可以一目了然 在这个视频里看得到 当然 其实有些东西可能说 这个是No Signal 可能我不要这张照片 我亦都可以在旁边 我可以就这样删除了它 或者可能说 例如我要Add Still Photo 例如可能说 我刚才我删除Yokohama 这个 OK 我的Yokohama 我就在这里 而且我可以在这里 例如可以选择 例如Yokohama用得比较多 我可以放上去 例如一些搜索的设计 所以整体的设计很容易 如果你想知道 多一些这部Anycast的资计 你可以去到我们A&S的网络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事情 订阅我的频道 你 那么 technical 你 是的 是的 我